在军事领域,观点的多样性并非总是坏事,历史上很多以少胜多,若胜强的战役,往往源于进攻方对防守方的轻视,结果轻敌冒进,最终陷入对方的陷阱,从坎尼战役, 肥水之战,赎罪日战争到近期的核无冲突都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威慑战略中,若进攻方自认为可以快速取胜,或者防守方丧失信心都会带来严重后果,这种心理差距可能让强势的进攻方变得鲁莽,即便防守方最后获胜,代价也可能是惨痛的,甚至可能演变为两败俱伤的消耗战,因此事实展示一些实力,比如数据或战术上的强大, 能有效阻止对手轻率形势,显得尤为重要,众所周知,台湾被称为刺猬党,其防空导弹秘书,位居全球第二,仅次于以色列,台湾目前装备了约6000枚各类防空导弹,并不断进行升级,比如将老旧的英式导弹,替换为新型的天空三型导弹, 在空军方面,台湾拥有超过280架各类军机,其中作战飞机约225架,重型战斗机超过120架,理论上,如果按照每个空中目标,使用两枚导弹的标准,台湾的防空部队能够应对约240个主要空中威胁, 然而,面对二线战机或攻击机时,剩下的120枚导弹可能显得不足,此外,还需要考虑到,如果空战中战机损失达到了三分之一,导弹储备可能会告急,而且,这个计算中并没有包括台湾空军的约300架战机,约100架直升机的作战潜力,以及高中低空各种无人机的潜在威胁,因此,台湾空军在初期可能面临被全面压制的风险, 但也可能如美国CSIS军事推演所示,虽然台湾损失惨重,却能让对手付出更大的代价,引发各方的预测与讨论。 实际上,台湾在中高空防空领域拥有足够实力,能够有效抵御导弹、直升机及战斗机的威胁,科技进步的力量不容忽视。 今日,我们要聚焦的正是台湾以以为傲的近卫防空系统,天兵防空,天兵之名,自带神秘色彩,恰似其坚不可摧的防御力之象征。 台湾目前部署的关键防空系统之一是天兵防空系统,该系统背后有着深厚的发展历史。 它起源于1966年,瑞士欧卫康公司开发的雷达射击控制快炮系统。 1975年,通过与美国泰勒等公司的合作,该系统融入了陆射型麻雀导弹,形成了集火炮与导弹与一体的综合防空体系。 该系统集成了天兵雷达、35毫米快炮以及麻雀导弹发射装置。 在天兵系统诞生之前,瑞士的35毫米快炮依赖于超级蝙蝠雷达进行目标指引。 尽管该雷达在野外操作中有其局限性,但随着1970年代晶体管技术的普及,军事电子设备的精细化程度大幅提升。 在此背景下,瑞士工程师成功研发了天兵雷达。 标志着野战防空技术的一大飞跃,天兵雷达采用玻璃纤维增强塑料外壳,具备一定的防火性能。 其雷达车内置发电机无需外接电源即可运行,且搜索与指引雷达核二为一,设计紧凑,有效减轻了系统整体重量。 此外,瑞士原厂还为客户提供界面定制服务,增强了系统的兼容性和灵活性。 天兵防空系统由三个核心部件组成,均采用四轮拖车式设计便于车辆或人力拖移。 首要部件是雷达与射控车。 作为系统的指挥中枢与观测平台,车内配备脉冲多普勒搜索雷达、射控雷达、敌我识别系统及光学追踪装置。 由两名操作人员操控,并通过电缆与35毫米快炮或麻雀导弹相连。 一个完整的系统配置包括一辆射控车,一门欧瑞康GDR双管高射炮以及一至两个拔雀导弹发射装置。 该系统雷达的最大搜索距离可达20公里,追踪距离则能达到17公里。 第二部件是欧瑞康GDF双管高射炮,常被称为35毫米快炮。 这款火炮由火炮与防空领域的佼佼者来因金属公司开发。 35毫米快炮融入了网络化战斗理念。 基于成熟的欧瑞康天空、卫士系列进行优化,不仅提升了探测距离和抗干扰能力, 还显著增强了整体性能,其卓越的移动性和快速部署能力, 使其成为保卫机场、展览馆等关键设施的首选。 此外,该火炮使用寿命长,维护成本低廉,火力强大。 更换部件,易经济便捷,该炮配备了两门35毫米的双管GDF009高射炮, 借助来因金属的技术核心。 炮台能够高效处理,高级目标监控与复杂跟踪任务。 射程、射速、杀伤力和弹道计算性能均得到显著提升。 装备由主控单元与三个火控单元能实时共享目标信息, 绘制空中态势图,并响应作战管理系统的指令。 有效应对高机动性目标如战斗机和无人机, 同时对巡航导弹和低对地导弹展现出强大的拦截能力。 极电式微小目标也能精准打击。 其射速理论上可达每分钟1180,首发射速为每秒1175米, 随后逐步提升,活力持续强劲。 被誉为火炮劲的加特林,有效射程8500米,有效射高3000米,操作团队需三人, 炮身重量达6700公斤。 被弹方面,该火炮内置8个弹匣,每匣7发,共56发被用弹药。 套座后方还设有两个弹箱,各存9个备用弹匣, 额外储备63发炮弹。 弹药耗尽时,装弹员能迅速更换弹匣, 恢复作战能力,该系统组装迅速,数小时内即可完成部署。 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类防空场景。 此外,35毫米快炮兼容北约标准弹药, 包括高爆燃烧弹、夜光训练弹、对地穿甲弹、 半穿甲高爆燃烧弹及先进AP弹药等。 第三部分是防空导弹发射装置。 在天兵防空系统中,主要使用的导弹是麻雀导弹系列。 N7麻雀导弹作为中程雷达版主动制导的空空导弹, 是二代空空导弹的年半, 曾广泛装备与美国空军、海军及海军陆战队, 并深受委约多国青睐, 是全球应用最广泛的空空导弹之一。 天兵系统采大的正是这一系列的陆境7麻雀导弹。 其研发始于1946年, 虽体型紧凑,却具备全天候全方位攻击能力。 导弹发射后,依赖雷达追踪目标, 直至捕获并击中目标反射信号。 自1955年服役以来, M7麻雀导弹在实战中屡舰起攻, 成功击落包括米格25在内的多款战机, 是一款历经实战检验的卓越装备。 M7版本拔雀导弹全长3, 65米,直径0,203米, 翼展1,02米,重195公斤, 其操作高度范围在150至7000米之间, 外形细长远处,头部尖锐, 配备四个动态十字形控制翼 和四个固定三角形稳定翼。 M7E导弹内部集成了雷达, 半主动制导头,自动驾驶装置, 舵机系统,战斗部, 以及采用NK38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的推进系统。 该发动机以CTPB推进机为动力, 及大提升了飞行速度, 射程也翻倍增长。 M7系列历经多次升级, 从M7发展到M7E, 再到更高级的M7M型号, 主要聚焦于结构优化和技术创新, M7E以其更远的射程成为系列中的主流。 而其中的某些型号, 还采用了美国海军特有的半主动雷达制导技术, 尽管后续型号如FGHP有细微调整, 但整体变化不大。 M型麻雀导弹则是该系列中的佼佼者, 应用最为普遍, 天兵防空系统展现了其强大的兼容性, 能够联动多达三个防空导弹发射架, 系统中使用的麻雀导弹型号, 包括M7、E7、F7M等, 其射程受限于照明、雷达和火箭动力因素。 但均未超过N7海麻雀导弹的最大射程, 回顾台湾的采购历史, 1980年, 台湾引进了Oricon 35mm快炮系统, 包括24套天兵雷达和50门GDF003型快炮。 1991年, 台湾自美国引进了12套四连转N7F麻雀导弹发射器, 以增强机场防卫努力。 至2009年, 台湾投资30、79亿元新台币, 启动天武7号计划, 旨在快速升级GDF006型快炮, 以适配新型弹药。 同时, 空军还计划对老旧的天兵雷达进行翻新, 白银金属公司提出了两种翻新方案, 一是天兵一印型基本翻新, 成本较低, 但性能提升有限。 二是将先进的天兵三型雷达整合进天兵一印型, 显著提升性能和可靠性, 但成本较高。 此外, 还提出了翻新麻雀导弹发射器的方案, 报价高达3亿美元, 但不包含导弹成本。 然而, 2011年的联合防空演习暴露出一些问题, 发射的19枚导弹中有6枚出现故障, 其中包括三枚麻雀导弹, 事后, 蓝银金属与雷神公司似乎相互推卸责任, 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 台湾空军装备的麻雀导弹主要有AM-7M型, 实为海军版AM-7M, 台湾于1983年订购了500枚, 这批导弹在1986至1988年间运迪, 专用于天兵系统, 空射版M-7M则是1992年随M-16战斗机一同采购, 共600枚, 于1997至1999年间到达, 随后, 台湾空军引入了M-120导弹, 立有传闻称, 计划将其改造为陆射版本以替代M-7M, 而天兵防空系统的主要升级重点在于35毫米快炮, GDF-002型快炮升级了瞄准系统, 采用固然体公司的GSA三克瓦查瞄准仪, GDF-003型则增加了自动润滑, 自动弹药补给, 火炮射速稳定及一体化动力单元等功能, GDF-001型升级至GDF-003型的套件名为NDFA, GDF-002型升级套件则称为NDF-B, BDF-005型已录了数字计算机, 新型火炮操作系统, 激光测距仪和炮网瞄准仪, 该改装套件为NDFC-GDF-005型还能结合炮口出速, 激光测距和气象数据自动计算射击参数, 无需手动操作, 并配备了全自动装填系统, 弹箱容量提升至288, GDF-005型外观显著变化, 装备了装甲操炮仓, 两侧全自动装填系统及牵引架上的发电机, 确保系统电力自给自足, GDF-006型能发射先进的I-Head弹药, 每颗含152颗圆柱形小弹丸, 配备可编程引信, 可迅速设定引爆时间, 有效打击学航导弹, 常规飞机, 无人机等多种目标, 快炮炮口电磁装置更新为三组线圈, 接收计算机指令设定引爆时间, 同时,天兵系统雷达显示控制台及发射核弹药的火控软件也得到升级, 炮手位置增射辅助瞄准器, 替代老旧炸板瞄准器, 提升作战效能。 至于GDF-007型, 作为GDF-005的升级版, 整合了先进撞击效率摧毁弹药, 配备可编程定时引信, 结合炮口测速装置与引信设定装置, 提升引信精确度, 其杀伤部分含152枚乌合金小弹头, 虽射程仍为4公里, 但整体杀伤效率远超传统弹药, 确保目标被彻底摧毁。 好了, 本期内容到此结束, 对于这些信息, 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 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 也请在评论区留言, 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 我是环宇哥, 咱们下期再见。